文化網上電台 歡迎收聽人民文化網上電台 毛中山先生講課錄音選播第57回 主持譚寶珍 上一回毛先生講到 道家毛的智慧的時候 奮然地問 中國人本來很有智慧 為什麼現代的中國人 怎麼愚蠢呢 這個問題 的確是值得我等中國人 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心思 共產主義 馬克思列寧的思想 戰勝了中華文化 蘇俄藉著共產主義 藉著中國的知識分子 對 共產主義 馬列思想的信仰 顛覆了 承傳傳統中華文化的 中華民國 中國知識分子 在短短幾年間 就堅信共產主義 就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 能夠救中國 他們不相信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能夠救中國 創造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人物之一的 李大超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李大超在1920年 和陳獨秀醞釀釀 組建中國共產黨 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同年十月和鄧中夏、高軍與何孟雄等 一同建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中共建黨後 任第二、第三、第四屆中央委員 在1922年 李大超根據共產國際指示 赴上海會見孫中山 國民黨北京地區黨務負責人盧超 指稱李大超是假意國共合作 果然 在1924年 參加國共合作 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 任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委 李大超就在代表大會上演說 開口就說 本人原為蘇聯黨員 第三國際共產黨員 李大超代表中共立場 向北洋政府請願 要求正式承認蘇聯政府 並且支持蘇聯駐軍外蒙古 根據北洋政府外長顧維坤回憶 他說當時李大超激昂地宣稱 將外蒙置於蘇俄統治之下 那裡的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 由此可見 李大超是深信共產主義的管治方式 是可以創造人間天堂 這個人間天堂的願景 產生了什麼實際的效果呢 我們看看《道德經》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思惡意 皆知善之為善 思不善意 故有無相生 難以相成 長短相較高下相傾 陰性相和前後相隨 王不諸解 美惡由喜怒也 善不善由是非 喜怒同根 是非同門 不可偏舉也 此陸者皆自然 不可偏舉之名數也 美惡 美醜有無長奪 高低陰性前後等等 這些都是不可偏舉 當有難的時候 容易就會出現 當有長的時候 短就會出現 同樣道理 當有天堂的遠景出現的時候 人間就變成地獄了 中國知識分子相信共產主義的管治 是一個人間天堂 於是中華民國的管治就立刻變成地獄了 他們要推翻中華民國 他們要推翻傳承中華傳統智慧的中華民國 知識分子章已經成立了十年 以孫中山三民主義為目標的中華民國 視為人間地獄 不適以生命鮮血去推翻它 在這裏我們可以很深切地體會老子的智慧 天下皆知共產主義 是人間天堂 這樣現實的中華民國就變成人間地獄了 天下皆知無產階級是善 現實的資產階級就變成惡了 天下皆知共產主義為善 三民主義就是不善了 我們看到這個完全是心靈的把氣 但是這個心靈的把氣 是可以觸動我們的情緒 因為我們傳統的知識分子 都是被教育成為 隨善去惡的義士 雖然李大超假意各共合作 但是我們也不能由人格操守去評定李大超 如果根據《道德經》 我們只能指出李大超不知常妄作空 大家認為是不是呢 《道德經》 1925年李大超在北平組織了五萬餘人的示威 李大超因借共產學說聚集群眾呂生士端 而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緝 李大超逃到東郊民項的蘇聯兵役 1926年3月李大超領導 並參加了北平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三一八運動 在1927年4月 在西方國家駐華公事團的授權下 張作林派軍隊突然搜查蘇聯大使館 李大超全家同時在蘇聯大使館被捕 李大超接受軍法審判 在這一段時間 李大超駐有獄中自遂 由於李大超是北京大學的教授 各方面都有人試圖研究 張作林面臨很大的壓力 但是由於李大超的罪行 已經是重到讓西方國家 可以剝奪蘇聯外交豁免權的程度 為此張作林發電報徵詢六位前方將領 于張學林、張中昌、宣傳方 嚴石山等將領的意見 除了嚴石山沒有回覆之外 其他將領都主張立即政法 張家瑟亦都發物電建議速行處決以免後患 在4月28日李大超等20名國共人員以和蘇和呂通外國為罪名 判處繳刑 李大超當時是38歲 在20名被處決的人當中 第一個受刑的就是李大超 對於處繳刑有一個說法 就是李大超要求自己實施繳刑 不是槍決 因此張作林是自圖腰包 由歐洲進口一句搞刑假 但是繪子手真是不熟悉新的刑具 所以將李大超搞了三次 李大超為了共產黨而犧牲了 我們又記得在89民運時李鵬說過 如果不出解放軍鎮壓學生 就對不得鮮烈 其中一個鮮烈就是李大超 李大超在全下有知 他的感覺會是怎樣呢 李大超死了 但是曾經判處李大超等人死刑的 中華民國法官王振立 在1955年12月是被 中共政府以反革命罪名逮捕 在1957年12月13日 由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 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的下場就是這樣 當心裏面存在一個天堂的遠景 立刻就將眼前的一切視為地獄 這個其實就是心靈的把戲 因為地獄是我們所義務的 我們所不樂的 Edeology 除了意底勞結之外 另外一個譯法意識形態 就是表示我們的種種精神的現象 喜怒哀樂 情緒等等意識變化的形態 共產黨將Edeology 譯為意識形態 是很能夠把握到人的心理精神變化 所以能夠將人的精神變化 玩弄於鼓掌之間 怎樣可以使人的精神產生種種種變化呢 就是運用概念 概念可以能夠令到我們的精神狀態發生變化 例如我們想起美好的東西 我們會很快樂 想起醜惡的東西 我們會很厭惡 但是正如王拔所講 喜怒同根 是非同門 當我們被宣傳某一件事是十分美好的時候 另一個醜惡的事物就立刻湧現了 這就是共產黨喜歡扣帽子 用扣帽子的方法去玩弄人民的情緒 扣帽子就是偷換概念 當資產階級要被打倒的時候 他們就說資產階級是黑五類 我們聽見是黑 我們就會產生厭惡了 於是不其然就會聯想到資產階級是可惡的 這些完全是情緒上的反應 但是這些情緒上的反應就會很容易激發起我們行動 我們人的行動很容易被情緒所操控 因此共產黨是不需要有實際的行動 因為他只是在玩語言玩弄概念 足以操控人民 操控人的意識形態 令到人民產生情緒 互相殘殺 中華文化的三大教派 儀式度都是主張靜心 這個確是有一定的心願智慧和道理 大家同不同意 大家同不同意 都是要我們在思想行為上 決意上不受情緒的操控 免生禍端 我們中華文化確是有做人處世的智慧 可惜是不受到重視 所以被一些外來的錯誤思想 很輕易就侵入盤據 以下下來請繼續收聽謀先生說道德經第五十一章 這般人是英美的 咱們只能抵抗的就是靠英美的 而英美的最自分主義 到中的自分主義 到中的和清的宗教 宗教不能崇拜祥帝 不能崇拜馬克思 是嗎 祥帝是個崇拜的地下 自分主義不能是個崇拜的地下 基本上不能成為崇拜的對象 這個叫觀念的災害 頭腦不清 所以我常常把感覺 中國人最清楚 最有機會 為什麼現在中國人這麼愚蠢 為何現代中國人這麼愚蠢呢 不合思議 不合思議 所以在這個表面最好念念道家 道家道家道家 完全為共產黨所驚喜 沒有共產黨的對於道家了解不到這麼驚喜 沒有共產黨的對於道家了解不到這麼驚喜 OK 你就知道他這個統國物是精意識的了解的 這樣你們可以懂嗎 你看 他就說你這個心情 要保持你無限的心靈 心靈的想通膽 那我現在發現保守的自然沒有了 所以這個道啊 太恆思雲鋒A用就是客觀 δ史的 靜性 來嘉 뭐가 兵是通过知关的,就是说物,他从知识,通过物,通过一道的双重性,一对有物资,这都是知关的,能了解说是有德法。 有无缘,都是有德法。 intentional的价格。 intentional,intention就是逻辑一般的,extension,intention的在上扣除,intentional,intentional, 所以有物资源都是德,一步一步地把它从生活上表现出来。 从生活上表现。 这才能知道啊,造假为什么这样讲道,为什么才修现第一步,通过物来了解,通过物来了解。 我做人,道法做人,最后有做人。 道法,最后是道法之。 道生之,德学之,无性之,世情之。 这个之啊,就是贩之,万物相。 前几年代,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靠道来生他。 这个道生的这个意思,就好像想帝人发自的心。 也相当于为家那个田园,大哉田园万物,就是道生。 这个道成一种有造型的 incubatorρα教新的当下,就是所谓世间痕的, 内长啊,即 Iggyenia。 这二算是可认定的。 这个孙的这个会认定的意思, 就是道来生就说 gospel cube存在了。 这个时候有一定理由, 当生就这个时候它都是神的。 他都说过。 确 干嘛启闻存在。 说万物存在的时候,他这个宣众都生不住了,是这个呢,在道家,现在讲,是一个实践原理的。 所以,道生的这个事,就是他这个造好玩物的关系,一步在出国,西建人也来表达。 前面的一群一群,你会在这一群,你会在这一群,无名显示,有没有玩物的,是一样,是西建人。 西建人也就是,想把这个生的生家手放一放,因为这一群龙头一样,因为按照道家讲,他那个生没有生意,那就是没有生意。 他当机上。 你的脚慢慢就毁了。 他就是,道生的时候说的,显客观的从头的方向说,就是天津万物,说天津万物才这样。 就说他西建人也有好几种讲法。 从妖家讲,相帝创世纪,那是一种讲法。 那是,相帝都是西建人理啊。 那那个,这个西建人理,从创世纪来讲,从我而造,造万物,相帝也造了万物。 余家有加法,佛拉图有加法,好多加法,都可以叫做西建人理。 实现原理。 无奈不利子这个世界叫做充足理由原理。 实现人也叫做西建人理。 内部理子实现原理又叫做充足理由原理。 从真假。 前几年以后一个东西,他存在着,所以存在着,他总有一个萨培充足理由,使他如此。 为什么但,这一颗朝一颗虚目,为什么但,讲到这个样子,不讲到那样子。 他总有一个道理,那个道理就是充足理由,就是萨培充理由。 最后的萨培充理由就是上帝。 最后的充足理由就是上帝。 因为我可以预测而不预备,可以单单这样而不那样。 这总有一个充足理由。 所以充足理由是学命一个东西的一世皆大地存在。 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的世界上就是上帝。 上帝都做完。 世界上是个龙虫的时候,都快去。 我们去这个龙虫的一世。 再看一样子进一步看,在道家这个神当的,在学生院里之下,上帝又获得这个生命。 在宗教创世纪里之下,上帝又获得这个生命。 在宗教创世纪里之下,上帝又获得这个生命。 宗教所讲的都不同。 所以道生子是客观的意义啊,上帝又获得这个生命。 所以上帝是父的信份。 幸福来,那就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创造完物。 就是客观的家。 所以上帝是父的信份,就是客观的家的上帝。 通过耶稣来了解上帝。 通过耶稣来了解上帝, 或者两个合起来都是圣灵。 合起来是圣灵。 但是客观的家是不在乘得。 正道而获得。 神把这个提词,正道而获得。 这个正道而获得的的话,正与亚中,正与亚中的报告。 正与亚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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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示這個道,表示這個道生的這個道啊,就是客官啊,他先通過兩個字來表,叫一經家人,先通過這個符號,先通過這個符號來表示。 這個代表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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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通過這個符號,這個沒聽懂嗎? 所以,文皇室來做這個探紙,花室,探紙,打在千元,這個就是懂得一點了,這個花室什麼呢?很新的,很新的,我現在叫文皇,聽過文皇室,也是千元,這個懂得一點了,這個懂得一點的話,剛出這個符號的時候,就是你符號,一個相應,這都是, 客觀的講,你指著,就是學全樣的客觀的講,客觀的講,信息的講,這呢,真的提出,提出他的真理地位,因為他通於萬物,所以,八百千元,萬物之事。所以,你學完這個,文王這個,所以這兩個家法都是很隆重的,你客觀的講,毛了不懂,毛了不懂,毛了不懂。 書觀的講,原來論文明明,而不懂,正義文明,解放在信息頭上的 OLED, 考察 into bell。 書觀思楊 haft,教探紙,提天之大事,困著職務, 書觀思楊 fill,請空 inside outboxd. 書觀子楊 gauching,афong zamiching and today andwhizingabyte is done. 書觀看守 imagining it,它是自主的? 書觀思楊,手 illusion of dog is done, 書觀是啥觀念 they are still alive, 書觀念,他們是你老公的天之蓋そんな accessible, 所以我因此就說這個話,所以呼吸一個話,這個東西,一轉其同,就是什麼東西? 問我,戰爲一全人,一打之勢,一打之勢,讓人一切全人,一打之勢。 你這個東西啊,你叫做什麼? 羅近騎說, 呼吸化這個話,發的一話,一轉其同。 呼吸化這個話,讓人一全員,一打之勢。 問我,戰爲一切勇於那天的。 所以那個呼吸,是全職大師的,不得性子,所以一行都沒有。 然後才對這一個話就知道,不得對待。 這個樣子一直到,這個也到。 然後,如果是全職大師的時候,就給你這個, 全員那個話,得這個,進到得利接待。 一、一、一個手,一個防水,中國就有啊。 如果你們不懂,就是看不懂就懂。 我就比一下利益就回,你可以說你了解這個這個,這個話頭了,要不然你不能懂啊。 中國就有啊。如果你們不懂,就是看不懂,就是。 我就比一下利益就回,你可以說你了解這個這個,這個這個話頭了,要不然你不能懂啊。 所以,道生的就是道真,就是真道。 所以,道在一,在一家叫一,一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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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其通,大其神啊。 靠這個天看才轉其通啊。 你全東西都是通到這兒來的。 你大其神,大很光神啊。 沒有一個樓角啊。 但是這個龍土就帥。 那個靈魂就帥了,靈魂就帥了。 天氣大是那個靈魂。 這個靈魂大是靈魂的。 你以前也要挂開了,講嘛,這個靈魂的那個靈魂。 至少它這個心極的作用。 其實這個心極的作用。 心極的作用。 點出這個心極的。 心極的,心極的。 你龍土就學會前緣,是總之。 這一樣的意思。 這是一句講的講話,這個不管哪兒。 道家媒體性能用。 但是德它要什麼樣體驗呢? 你自己要做的。 你怎麼樣能體驗呢? 這個通過五、六。 你要搶五,也要搶六。 六、三、五、三、六。 所以道生子得十字。 生子就創始。 這個五秒前就創始。 德去哪有這個德來喊虛就喊虛了。 他這個玩物呢, 考爾格那個法的神。 你知了, 這個神就喊虛, 學的就是為, 書就喊,學的喊癢。 還有那個癢的意義。 喊的神明, 要對於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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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對於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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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於神明。 作煩惡之事。 因無名前就是, 有明萬物之事無無無。 就造成成神明。 要靠德, 來的事。 漢就是為韻之。 沒德都甘得了。 以德, 潤呀? 促養。 含陨於德, 含陨於德。 道德屬於同儀, 一個是客觀講,一個是主觀講,一個是內容和政治講。 此正屬於同優位。 這個諸誠是屬於超越程, 秀易長 到什麼 到什麼那個就要 George形的 從ため到沉見頭 轉 Thad ο ATP Ds Kwa GXS 個录像的絕個人 的信… 澤虔 宰大 插紐 因此要通過有無懸和弥嶺穌 amis Kwa GXS 個微精 Dseran 通過有無懸演,微理打 這什麼呢? 要有這種心格,要有這種軸領的心形 要有一種虛靈的心境 道只是客觀的形式 德是內容 雖然在道這個形式之下 萬物可以生長、存在 但是亦都需要有德的族樣 道之尊、德之貴 在儒家的說法就是 尊、乾而發坤 乾之大恥、坤作成物 有開始亦都要有成果 成果需要靠德去咸養 道是萬物由之以生 因此受到尊崇 而德促養萬物 因此是珍貴 道之所以被尊崇、德之所以被珍貴 就是由於道生長萬物而不加以干涉 德促養萬物而不加以主在 所以珍貴 為何道與德 是在對萬物不干涉、德主在的情況之下 才值得尊崇和珍貴呢 原因很簡單 就以家庭為例 在香港不少青少年對父母深深反感 不是因為父母沒有照顧他們 而是因為父母對他們諸多管制、諸多干涉 相反 當那些青少年遇到一個 肯為他們無條件達成心願的人 那些青少年就會感激萬分 原因就是因為那個人沒有干涉他們 沒有主了他們 而且還幫助他們達成自己的目的 能夠達成心願、達成目的 是令人歡恩、鼓舞的 因此他們會感到幫助他們的人 是值得尊崇他們的德是值得珍貴 父母雖然都是幫助他們 但是父母是要他們達成父母自己的心願 換句話說 他們會感覺他們自己只是父母達成心願的工具 在作為工具的情況之下 不能夠達到自己的目的 不但不會快樂 而且還會情緒低落 在這樣的情況 他們又怎會尊崇父母 感受到父母對他們的德是珍貴 又例如 人民是不會尊崇一個不守承諾 以法令操控人民的政府 近日 立法會上梁家樓醫生拉布 他拉布的目的是要 阻止 2016年 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的通過 這一條 草案修訂條例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立法會參考資料的文件 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的文件 在這份文件的引言那裏這樣說 在2016年2月16日的會議上 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 向立法會提交 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極以 A 增加香港醫務委員會的業外人士參與 B 改善醫委會的投訴調查和紀律言訊機制 以及 C 便利非本地培訓醫生 特別是專科醫生 到港執業 在這份文件上面很明顯 我們看到 條例草案的修訂 就是要增加非本地培訓的醫生 到港執業 要完成這個目的 就是要增加醫委會非業外人士的參與 而這些非業外人士的參與 就是由特首多任命四位非業外人士 增加四位非業外人士 並且要由特首任命進入醫委會 的目的 是否要加強對香港人的醫療服務呢 顯然不是 為甚麼呢 因為 香港政府 在今年的醫療開支上面 是要削減2.5億 在明年 亦都要再削減2.5億港元 因此特首刻意要在醫委會加派四位 由特首委任的人士 其目的是要改變影響醫委會的決定 以便將來可以多引入一些非本地的醫務人員 其二就是要在器官移植方面 港人更方便更容易取得大陸人的器官 每一項器官的移植 會不會涉及數十萬元 是一筆大交易 以下是澳門日報 2016年2月26日星期五的報導 本部消息 中國內地器官移植體系的建立座談會 左日舉行 中國原衛生部副部長王傑夫 作經驗分享 為滿澳推動器官移植提供參謀意見 他們認為澳門醫療體系完善 有利推動器官移植 港澳台納入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 有助推動本澳器官移植發展 很明顯 改革醫委會的另一個目的就是 推進器官移植 這個確是令人擔心的 我們會擔心到有很多無辜的人 的器官不知何時會不見了 來了香港 我們知道根據香港的基本法第142條 香港的專業人士是有專業自主的法令保障 但是現在特首很明顯就是要改變這個醫委會 是違反承諾 如果是不想違反承諾 可以由其他途徑不需要由特首委任 這樣這件事情就不會鬧到那麼大 大家認為是否呢 現在司馬超之心路人佳見 很明顯就是特首要干涉香港專業人士的決定 這個決定是會影響到香港人 是會影響到香港人的未來 但是香港的市民好像不是很關心 可能他們不知道事情的事態嚴重 影響深遠 下星期五我們繼續講道德經 請下星期五繼續收聽 請見下星期五 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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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